本年度温博尔登网球公开赛上演压轴大戏南丹决赛 由英国本土小子木雷迎战三号种子费德勒 瑞士天王在先丢一盘的逆境下连班三盘 优雅地捧起了个人又一座南丹冠军奖杯 费德勒不仅追平了桑普拉斯在全英俱乐部七夺金杯的记录 同时携个人的第十七座大满冠赛的桂冠 时隔两年多后重返世界排名第一 本次堪称天王山对决的交锋吸引了许多名流和巨星前来捧场 比如刚回到伦敦的贝克哈姆夫妇 本土作战的木雷率先破发 但很快费德勒就将比分扳平 首盘比赛进行到第八局 手握两个破发点的瑞士人没能取得领先 之后的发球局又出现波动 英国小子顺势破发 以6比4取得首盘胜利 比分占优的木雷渐渐掌握了比赛节奏 但是4号种子浪费了太多机会 本场比赛的转机就此出现 费德勒在刺盘第九局几度送出破发点 木雷都没能把握住 并最终回球出界 艰难爆发的瑞士人越战越勇 7比5成功扳平比分 第三盘比赛由雨水光顾被迫暂停 此前两人都拿下了各自的发球局 重新开始后 瑞士人依靠对手的回球挂网 Love Game爆发 并在第六局中经历14平分后强势破发 发球胜盘局中费德勒顶住了压力 一记S球爆发后6比3再胜一盘 木雷在连丢两盘之后没能实现反击 第四盘依旧被瑞士人率先破发 费天王在浪费了一个冠军品之后 依靠对手的回球出界顺利爆发 6比4拿下这一盘 总比分3比1赢得全场比赛胜利 从而获得了个人第七座温网男单冠军奖杯 读冠之后的费德勒不仅时隔两年多重返世界第一 还创造了一系列记录 面对如此完美的结局 瑞士天王激动之余 悠显得异常平静 即使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线上 所以我没有想法认为 世界第一名名或17名或17名 所以我认为为了改变 它将决定很长时间 理解了什么我能够达到今天 这是瘋狂的 如何都会发生 所以我比较厉害 我比较好的比赛 让他进行了过去,很多 minority资金 folds的分子 他mek Ende hé CRA reason好 输出最遭第2位 chose 特别的招都战满时,他看了很多评压了